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回到第二節 大家看到背幕是否覺得很棒 其實我提議做這個節目 我都沒有想過會有這麼棒的背景 這就很感謝坐在我旁邊的美女 去自己設計 我都不知道這種風格叫Vaporwave 聽說你接下來的項目 都是跟這種文化有些關係 是啊 因為我最近都聽得很多 自己都喜歡 而且我覺得都蠻適合我做 我其實就不知道原來有這種 當然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親切感 我上網看第一 我才發現原來它是一種懷舊的 有些Nostalgic的感覺 一種風格 但我看完阿迪志這個設計之後 我就不只是覺得有親切感這麼簡單 我總是覺得這件事 在哪裡見過呢 然後我想到今天 因為你是星期二聲給我 我想到今天我就終於想不到 我很記得原來以前有一個AV的片箱 那個片頭是這個東西 是一個銀色的一個女仔 跑步跨過一些東西 然後打出來 然後就開始看AV 你看那些AV的預算好像很大 是的 我們也有些要求 不是很簡單 因為這個很搞笑 早前有一個新聞 大家都知道 一個著名的四仔片商 叫做Tokyo Hot 你知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你的眼神 我告訴你你 那就是有一個學生 因為Tokyo Hot 他的製作就很簡單 出了名 他只有一段背景音樂 然後就開播 而且他的劇情是沒有劇情的 他不會有任何設計 究竟是老師也好 或者護士也好 即是沒有角色扮演 一來就是進入真刀真槍 除了三支牛的事 但他也有一段背景音樂 因為他很節省 他來來去都是那段背景 那段背景音樂 最近有一個學生 聽過不知道在哪裏 就是這個學校 叫他表演 那隊樂隊 竟然表演了Tokyo Hot 背景音樂出來 結果那個人是寄大過 搞錯呀 那段音樂是沒有聚的 其實你老實說 你的老師也要懂聽 你也有看過 很明顯 不過我們先說Vaporwave 其實他就說是懷舊 其實這件事不是出現了很久 不是出現了很久 近這十年八年開始有 在Reddit、4chan那些 即是鬼佬高登、連登那些 其實他想只剩下八十年代 那時候的東西 而且八十年代 你剛才也說 其實是J-pop興起 其實他也加了很多元素 會不會有些特色呢 那時候的流行音樂有些特別的音效 例如那些招招聲 或者那些 很多真樂器的聲音 很多電子的聲音 Synthesize 琴都是電琴 還有那些鼓鼓在鼓聲音 噗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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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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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是否很有電子感覺 是否很有電子感覺 這個不是真鼓聲 你一聽便是假的 哈哈 因為在七、八十年代,這些是很潮的東西 你能夠製作這些音樂的效果,就要放在你的音樂上 你要證明你是有這些科技的 否則你每次都是玩真的Soundtrack 那時候來說是有點落後的 但現在很搞笑,過了二十多三十年後 現在就要拿這些東西出來懷舊,因為這些東西很多年都不用 因為現在的trend是復古的,所以連音樂都拿出來玩 怎樣復古化呢?因為我有興趣探討 我想全球,就算是時尚都流行復古的trend 因為人們已經沒有創意、創新,所以要找舊東西 因為潮流是一個復古 就是一個復古,是否找舊東西再轉一點 然後再玩別的東西 那這個對創作來說又有什麼影響呢? 是否變成創作人要在舊東西取經呢? 聽回舊東西 反而是聽完舊東西想想怎樣在舊東西轉成新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玩的過程 如果你說香港流行音樂,這就很明顯 二十五十年不變 是的,因為坦白說,其實是差了一點 其實我印象之中,我年紀比較大 我沒有見過香港流行音樂是好像現在一樣 創意是比較低一點 很多年都好像沒有什麼新的風格 你覺得近年香港是有的? 近年香港是有的? 有沒有的? 即是有些新的東西 除了你 我覺得就是 否則我覺得一按進去 其實那些intro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不過我這樣說是有點primature 其實我聽新歌是比較少的 也有的,我覺得近年都有一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一向都有 只不過是他們真的很地下 地下到底是不會聽到 是的,有這麼厲害 但是現在科技發達了 就比較容易接觸了 比較容易令到別人看到他的演出 或者他的作品 這個其實是真的 以前真的很難 以前是你要特意去找出來聽 等於,哎呦,經常都說一些舊東西 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 即是等於你80年代 最初你想聽Beyond不是那麼容易的 即是你要找到餅帶才行 那個餅帶你拿回來收拾 如果你看Live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有85年去過高山看Beyond的Live 這個簡直就好像是 等於告訴別人 你看過孫中山演講的 是一種這麼罕有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辦法 他又不會開到一些大型的場地 你要找到餅帶去看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正正因為當年那些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找到 其實就比較容易變成經典 而且你比較容易珍惜多些 其實是會的 現在我們做一幕 都覺得很難 因為每個人都說 你放上網就可以了 但當每個人都放上網的時候 怎樣去找到你來聽 都是一個難度 因為那個競爭又相對變大了 以前的競爭就是 你能否入到唱片公司幫你出碟 其實那個競爭就是這裏 就算我近年 我都是這樣的想法 我只是未入唱片公司 但做了一些歌 不會有人無緣無故聽 所以一開始我都在簽唱片公司 是的 但是現在這個門檻 那樣就越來越低了 越來越低了 是的 是的 很容易自己 也都科技發達了 是的 還有我覺得是觀眾 都越來越接受到 是上網看東西 嗯 越來越習慣 是上網找 上網看 嗯 以前都很依賴主流媒體 是的 現在越來越喜歡 我自己喜歡 聽什麼上網找 這樣也是 譬如說以前 是有一些 有些名DJ 大家就聽一下 他推介什麼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王志忠 這個 很多人 我那個年代 全部會聽國際的歌 都因為看他節目 是的 因為這個人 不過當然我很大過 後來我才知道 這個人是他不用做的 難怪他沒有空 他家裡很有錢 他跟我說 他的生活 就是睡到十點多 起床 喝杯咖啡 然後他就不知聽聽誰的 什麼歌 然後他就寫一陣稿 跟著去陪那隻狗 玩一下 你這樣 難怪你懂得 這麼多國際音樂 我七八點才下班 如果這個年代 都是很卡 現在這些人 都要那個人跟你朋友 他幫你推介你的歌 或者他剛好真的聽到你的歌 有機會他都沒有聽過你的歌 是的 是的 那這些有沒有潛規則 潛規則 即是要跟他朋友 播你的歌 因為以前DJ都挺大拳的 我聽說 我覺得現在都挺大拳 都挺大拳 但問題就是 現在你的歌 你放上台 你又未必很在意 他在電台的播放率 其實都不會完全不在意 即是他播放率 你當然很開心 但是你不能去保證他一定播放 所以都是希望你放上網 在網上推 希望大家會聽到 所以每次出了新歌 都會叫朋友幫忙分享 哦 是的 這個原來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我以前經常聽說 劉美君 當時說他自己開的客貨車 他錄了一些碟 在那裡 自己開的Van仔 到處去討人家買 即是沒有人肯聽他的歌 他經常都會用這個例子 說他怎樣捱出來 其實對於現在也是要的 因為其實DJ都不會無緣無故找到這首歌 而且他們一天收到這麼多歌 有電視也未必能聽完 所以你真的要上台去 告訴他 我有新歌 你記得聽 知道你出了新歌 但其實他在最後聽不聽 你不會知道 可能他在最後沒有聽到 有機會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很被動 我一個這麼主動的女生 我會想一下網上可以再做些什麼 再做些另外的事情 但雖然我覺得在最後 很多時候大家 譬如宣傳得很厲害 在最後他去了娛樂那邊 即未必說真的會 我不知道是否會理這首歌 是否真的很好聽 因為有時候我很怕 這八卦是蓋過了這首歌 但是避免不了 因為我知道人類是比較喜歡看八卦 這當然 或者你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這樣可能不太好 你考慮一下把八卦寫在那首歌 我經常都是這樣 是嗎 那我要考究一下哪首歌 在那首歌說哪一件事 原來就是這樣 其實你現在可以做一個比較 八九十年代去到現在 其實有些事情就沒有怎麼變 其實做歌手那個 其實都是要打破這個 主動打破門檻 不是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自己是沒有東西輸 所以我自己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不是自己給錢做 其實你自從走了獨立那條路 其實有沒有覺得 當時是鬆了一口氣 還是怎樣 不是 是鬆了一口氣 然後再吸一口氣 然後再上路 因為是辛苦很多 但那種辛苦 不是精神那種辛苦 如果你是被別人困住了 用他們的規則去玩這個遊戲 你是精神上很辛苦 但是沒有了這件事 辛苦是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 因為你又沒有資金 就算印牌碟碟 很少東西 可能是電郵給別人 發新聞那些都是自己寫的 那真的 每一件事都要自己 落手落腳做 但是你上次有這麼好東西 找到 還做到黑膠出來的 那是你一直都知道還是怎樣 我一直有黑膠 還有現在興起黑膠 之後我印碟的時候 上去跟發行說 然後 他們說原來他們都要印黑膠 我問過價錢都可以 還有我的歌都做了 全部都是可以 全部都是24-48來的 可以做黑快碟的 那不如印黑膠吧 因為這個收藏價值都挺高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自己都想收藏 就是自己的黑膠 所以就做了黑膠出來買 但是價錢都 acceptable 可以 還有我印了300隻 很少量 因為這個可能很多網友都有興趣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聽到你這樣說 是不是我自己都可以錄一些黑膠碟 自己娛樂一下呢 如果我的成本是ok的話 其實是ok的 如果成本 我想你不算一些歌 Graphic Design 只是計算你印 做Mamaster 我想百多元都要一隻 噢 其實現在你做音樂 你都不一定需要一個studio來做 都可以DIY做到 其實我是有home studio 我自己的房間是錄到Demo 但是真的要錄一個production 有時候就借 之前Support Moomers很好的 借他們的錄音室給我錄 還有一些朋友有錄音室就借 借別人的地方錄 但是都試過在一些Band房很簡陋地錄 我監製我們找辦法去答到 我記得有一次在Band房 我們拿了一張上課的書桌 放了一些電腦 然後他看著我看著 這樣錄音室 關掉冷氣 是嗎 為什麼要關掉冷氣呢 因為會有冷氣寫 是喔 但是這些是否做不到 逐條track錄的 還是都可以的 都可以 只是人聲的逐條track 噢 原來這樣都可以的 現在真的有趣 好 那我們這一節談到這裡 等下 你多請中間